亚洲十大最佳青年主厨 获得了米其林二星的餐厅主厨江振成 将自己十多年来的历程化繁为简 呈现在纪录片《初心》当中 20号的中午是在花莲新天堂乐园的 威秀影城播映 座无虚席 县长徐正伟也表示 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江振成是目前在求学中学子 非常好的榜样 主厨江振成在新加坡创立的餐厅 让纽约时报誉为 世界上最值得搭飞机来品尝的十大餐厅 在烹饪仿佛成为一种时尚 餐饮逐渐收买人心的现代 江振成选择将自己十多年来的历程 化繁为简 呈现在第一部作品《初心》当中 看了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 我想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深刻 而且就在我们身边 因为最佳男主角就在这里 对不对 也是我们的典范 所以有梦想最美 但是梦想要用努力 毅力还有坚持力去完成它 我相信在人生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忙忙秒秒 不晓得这次也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各行各业中 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发光 尤其是以前都是说 以前给我们概念是 万般接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是现在百工百业 我们可以看到从饮食界 江振臣主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 而且非常励势的例子 周天成也是花脸的孩子 现在是这个世界第三 全国台湾第一 所以台湾有太多的软实力 因为被世界看到 而这些人真的是在他的 这个人家说 这个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面对自己一贯的坚定 江振臣对自己的要求 挤尽严苛 他也说 我要的不是主厨的职称 我在意的是内容 不是身份 当我磨砺好自己的能力 有一天我身上主厨 我一点都不会害怕 那在 我自己在看完了这个纪录片之后 我心里有一个感想 也是我想要传达的讯息 就是 成功是什么 成功对我来说是 怎么样能够具备一个 帮助身边的人成功的能力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那什么又是完美 完美不是功成名就 而是放下 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想大家会感觉到 它不像一般的纪录片 它非常非常的细腻 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电影的规格来拍纪录片 所以跟大家所刚刚来之前所期待的那个纪录片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好像歌功颂德的 或者说一个成功的那个纪录片不太一样 它反而说了更多是在这一个成功背后 每一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面所带来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你们也有每一个人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们 是成功是不成功 什么叫做成功 我们的人生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们打分数 江振臣说他们每个人都是理想背景 用异于常人的坚毅精神 在异乡为自己的未来全力以赴 追寻成为一个明日之星的梦想 除了勇敢追梦 不怕辛苦之外 更实时不忘检视自己的初心 当初带给自己最大喜悦的那件事 希望这部片能够成为进场观众 在为自己生涯打拼的路上 一个实践梦想蓝图的借境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